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 魔鏡的宣判 魔鏡的女主人 紅星女王 第一局關卡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 這個是 水隊 用雙雙魚當頭 為什麼用這樣的隊伍 因為現在水火減傷50% 所以這減傷搭起來的話 這個火關會比較好打 反倒第一關要稍微小心一點 第一關水的都一隻 那先打就是這兩隻 這隻是第三隻 先來個全體攻擊 全體攻擊一下 因為我現在是 不在自己的電腦上使用 所以鑽起來可能會比較瘦長 非常好 我覺得一隻很OP的 一吸可以掉三吸 這種很流星女 我以前一吸掉 掉六吸的都有 現在一吸 你以前還沒出好CD 不會還好 因為後面都是水的 水的… 卡片來講 對我們來講啦,這隻會新裝火就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補血的先把他用掉 再來轉 好,單體攻擊 因為左邊那隻我不打算K他 不過好像K到的感覺 差一點點 好,要注意因為新裝火 所以現在是沒有補血豬 這個要稍微留一下 為什麼要用別人電腦可以斜轉 好,我現在打都還還OK 新裝火那隻要先除掉 不然會很難搞 因為我們能撐的次數有限 所以自己要看一下 不要太大 好,趁現在就繼續除息地 誒,好像太大了 誒,有了 好,因為這隻有越戰越強的特性 所以自己要稍微小心一點 好,現在兩千多疊 我還OK啊 沒有一切 我 賀 我 這時候比較危險 消毒的時候要稍微 小心一點 靠 嚇死了 還沒有太大力 OK 那我們再緩衝一回合 好 這一關二連擊這個要爆發一下 因為它的攻擊蠻強的 我想一下要爆發哪一隻 這一隻 還不夠力 再來換這一隻 好 剛剛好 蠻顯的 它雖然神族有提升 可是因為我們有雙減傷 所以攻擊力就差很多 要留意一下它是CDE的 好 三千多耶 還好 三千多就沒什麼壓力了 好 邊打邊除CD啊 其實因為我蠻趕的 所以我連攻CD也沒有算得很緊 大概就進來了 好 基本上這隊的穩定性還蠻夠的 吃的時候可以省 可以省很多的 主要是因為改版之後 這個雙魚的特性有出 有加強 所以打起來會比較好打 嗎 怕連續卡星啊 不然應該是不會有問題 摸 不要再卡 這是要開剪刀的 打那麽多 7000多滴而已 還蠻卡心的 我還沒有轉心收進來 因為轉心收進來 三圍是拖得蠻大的 所以不太想放進來 而且爆發就太夠了 靠雙魚應該就夠了 再來第五關 我看你是OK強化福斯盾這一隻 原來CD數又高 沒有五顆沒關係啊 我慢慢抽就好了 反正不趕時間 其實是很趕啊 時間多滴啊 沒壓力 有臭水珠捏 有臭水珠捏 mov 火通不太夠了 跟 många母王 有臭水珠捏 有臭水珠捏 我們就差不多是那個感覺 而且他CD數那麼高 所以基本上搭起來才蠻好的 尾王倒是要小心一點 倒是真的 因為尾王不秒掉的話 你把他打到越戰越強的狀態 他可能出招每一下都是秒殺的 我這台電腦有點累的 好像跟這台電腦沒關係 好像不管在卡片裡都會累 我一直給我消水住 就不連一顆了 求一個穩定 所以我沒有急著把雙尾開掉 因為我不曉得會不會直接爆發就送走他 對 哇 兩combo 兩combo拿來玩 太誇張了 已經退化了 還打到連褲子頭都出來 還打到連褲子頭都出來 這隻這樣可以打到褲子頭出來 是不容易的 不錯不錯 一幾天這樣我就省很多時間 轉一下 轉一下 不然真的太耗時間 都沒水出來 等轉出來之後再來攻擊就好 三combo 三combo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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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隻還蠻適合我這種3到5combo來打 因為壓力就沒那麼大了 打起來蠻輕鬆的 這隻水珠怎麼好像不是很給力啊 看影片的話也不曉得來不來集上傳 難的話我會盡量趕快上傳給大家參考看看 因為穩定度我用起來還不錯啊 可能這尾王比較有問題而已 好一個人會覺得說為什麼招式都不放幹嘛 因為我是希望臨死啊 這個是目標 所以技能我不放了 夠回合數沒關係 最主要是我能夠打得過尾王 不然不小心這邊把他秒掉了 尾王就沒技能可以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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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靠轉心要起碼5顆其實 還是 還不是那麼簡單說到是真的 不過既然可以輕鬆轉的話 就是大概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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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實在是用不太順 都是真的是三combo 我發現連五combo都不是那麼容易達成 好可以看到我用這樣的combo速度可以通關了的話 相信各位大大應該很快就可以通關了 一瞎 一瞎 啊 螁標 不要斷 不要斷了那個水珠到什麼 因為他血有300萬這個要稍微振作一下 越打就越痛 這個自己稍微抓一下血量 一開始可以先補補沒有關係 一跌到最後就2.2倍了 所以這是印記的好處 尤其像我們這種魔的話 我跌上去之後 我的隊伍就跟一般的隊伍沒什麼差別 要注意血量 印記不能斷 這個要注意 血量印記 4000多了 我估大概150萬沒問題 所以我們打到一半的血量就差不多了 好 因為我印記有跌 不要再開被牙5伏應該是還OK 好 斷心 斷心沒關係 我們還可以撐 6000了 那5萬 10萬 1萬 3萬 7萬 1萬 好 夠了夠了 COMBO不要那一拖 喔耶 7000多了 好 這時候被他5敷 開下去 東海龍嗎 好 為什麼要開東海龍 因為東海龍開了去轉星星 之後我們這個 雙魚才可以用 1 2 3 4 這時候這次雙魚不要再轉 雙魚不要再轉 然後這個 海神開不了 這時候開這個 水煮一波送走 如果沒送走我們下一波還可以再開雙魚一次技能 好 來吧 就這樣吧 OK喔 哇 臨死 這隊是穩定度真的是蠻夠的 以上這個 其實 轉出是很平民啦 對我是不太平民啦 這個 雙雙魚的這個組合 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有一隻雙魚 基本上 其實中間搭個水獸加青龍 應該都還是OK的 這個網路嚇我一跳 這個網路也是蠻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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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紅星零王 這個 目前想到 就是 搭配死亡或者是火隊之類的吧 以上這個 雙魚 隊長的 示範給大家參考 臨死還蠻穩的 我自己是 四字還蠻穩的 自己中間隊員 可以稍微變換一下 看大家有著卡牌去變換 以上這個測試給大家參考看看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